要不是你这样帅脸 这套穿起来应该很奇怪吧 自己看成是蛮像阿飞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裤子里模特来得更暗 安全的颜色搭配是 上前下身 或者是上身下前 揪揪鞋的长裤呢 不要偏向修身的裤 不要轻易地去尝试上宽下载 脸都先遮起来 一定看起来凸显了出 他头大的这个缺点 上个礼拜 知名百万YouTuber 揪揪鞋上传了一支影片 标题直接写上 这部影片会让你彻底放弃穿搭 那简单来说呢 这部影片的内容就是 啾啾鞋上网找了六套明星的穿搭照 然后跟他买一模一样的衣服 来模仿他们的穿搭 用六张对比图来回答 学穿搭到底有没有用这个问题 不过在我看完之后觉得 实在有点可惜 因为啾啾鞋他本身的条件 是绝对可以撑起这几套穿搭的 只是在模仿的过程里面 可能疏忽了一点穿搭上的小细节 而我觉得这些问题呢 应该也是很多穿搭新手 甚至是接触穿搭一段时间的老手 都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今天这支影片 我们就要来带大家一起来看 到底啾啾鞋的穿搭问题出在哪 好 我们现在点进啾啾鞋的频道 那在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说一下 这支影片呢 其实并不是对啾啾鞋的一个攻击 而是从一个大众审美的角度 来点出这些穿搭可以更好的地方 也不是要告诉大家说 这样穿就已经是对的 或是那样穿就已经是错的 影片我们直接放个1.5倍数好了 嘿大家好我是啾啾鞋 今天我来探讨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 那就是许多人争辩不休的一个问题啊 到底穿搭有没有用呢 还是时尚的完成度终究源自于脸 所以为了验证这个问题 今天就用我这张百万youtuber chip大大认证的PR50的脸 来搭配上这些帅哥穿搭 我准备了非常多套 那这些帅哥穿搭呢 都是真的有帅哥示范穿给大家看 然后把他们穿搭copy下来的 来看看我穿上去之后 到底能不能变帅 那在进入穿搭之前 我们先来客观科学的分析一下 啾啾鞋的应急条件 也就是他身材的部分 那他的身高呢 我上网查了一下是181 以台湾男生来说 就是在100人里面有超过90个人的高分 以玩游戏来打比方的话 就是简单模式 那再来比身高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的头身比 接下来说就是你的身高除以你头的大小 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在网路上看到很多啊 网美网帅 感觉看起来很高 你这样本人可能都没有那么高 就是因为他们的头很小 因为这种人穿衣服啊 很容易就可以把衣服穿得很好看 那回到啾啾鞋身上 其实第一眼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属于头比较大的身形 我这边就用比较土炮的方式 只用一支指尺来直接量 萤幕里面他的身高跟头的比例 换算下来的话就是5.83头身 一般的理想大约会落在7-7.5头身 所以这个部分 啾啾鞋的身材就比较不吃香啦 那对于头大这个问题呢 其实只要掌握一个重点 那就是 避免头重脚轻 所以接下来影片 我都会围绕在头重脚轻的这个问题上 来对症下药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套帅哥穿搭 那其实是来自于一个知名 评价服饰品牌的官网 他们的示范穿搭照 我自己觉得是有一种轻文轻的感觉 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很复杂的多层次穿搭 但是呢又透露出一丝丝的文艺气息啊 松滑的绿色针织外套搭配上宽松的牛仔宽裤 这很简单又有质感的秋天穿搭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我实穿起来到底长怎样吧 3 2 1 OK 这是我实穿起来的感觉啦 我觉得这套呢是我所有这里面呢 最保险的一张牌 就是说它不至于让你说 诶 加分到多少 让你多惊艳这样子 但也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诶 你是不是丑人多作怪 是不是想要吵 是不是想要帅 结果穿起来很奇怪 没有 它就是蛮简单的一个感觉 好 我们就来解析一下第一套的穿搭 那这套穿搭呢 整体的配色服饰风格还有模特 其实都让我想到GU的广告 那这个穿搭呢 其实也是我觉得整部片里面 第二好看的穿搭 因为它整体就是蛮干净简约 虽然它的绿色是属于饱和度比较高一点 就是那种正绿色 但也不会显得太过突出 然后整体的比例啊 我看起来也还算和谐 要把两张图片拿出来比较 可以发现两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是它的皮带 模特是咖啡色的 然后JUJU鞋是黑色的 再来是鞋子的部分 模特是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 或是脊皮鞋 然后JUJU鞋是直接用了一双反部鞋 首先是皮带的部分 我觉得还好不是大问题 但有一个重点就是 头大的人啊 不太适合穿这种高腰裤 因为它虽然可以显腿长 同时它会把你上半身的长度缩短 上半身短了就很容易显得头比较大吧 我们观察到这套它是穿了一件 九分的牛仔宽裤 然后最下面是有露出袜子的 那这种九分裤的好处啊 就是可以让你虽然穿宽裤 但是又不会觉得太朗太没有精神 不过露出袜子这个断层啊 如果下面接的鞋子 跟上面裤子的宽度没有匹配的话 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断层 接下来说就是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这边模特儿穿的鞋子黑色皮鞋 穿得比较有分量感的 那啾啾鞋这边选的帆布鞋 就稍微有点太轻了 所以我觉得比例上稍微不太适合 它的一种头大的身材 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大部分都还蛮OK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套传达 再来说我们第二套 这套跟刚刚同一个模特儿 同一间公司的衣服 但这套我就觉得有点诡异了 要不是你这样帅脸 这套穿起来应该很奇怪吧 它里面呢我感觉是有点学院风啊 就是衬衫加上针织外套的经典组合 但它外面搭上这个深绿色外套 我感觉反差又很大 这个如果你没有那张帅脸的话 看起来也会很像阿伯吧 好那我马上来看一下 我实穿起来如何吧 3 2 1 OK这个就是我实穿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看成是满像阿伯的 那特别讲一下 它这个模特儿刚刚最下扣子没有扣 所以我就跟它一样了 这套穿搭它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也比较多了 首先一定是那个发型 我觉得配这个穿搭真的不太适合啦 然后这套穿搭呢 它算是一个上宽下也宽的休闲搭配 算是合身偏宽松的范围 我们现在比较这两张图片里面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裤子 那虽然两张图片都是那种中间有烫线的卡其裤 但颜色跟版型的部分就差很多了 那当然啦 也有可能是拍摄的时候 它的光线还有身材差距导致的效果 但从画面来说 就是写穿的裤子 明显是要比模特来的更暗更深色一点 一般来说比较安全的颜色搭配是 上前下身 或者是上身下前 这一套模特的穿搭配色就比较符合这个规则 而啾啾鞋就稍微有一点上身下也身的感觉 所以同样是卡其裤 但颜色的深浅也有影响 再来版型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 左边的模特呢 他穿的是这种偏直筒的裤型 那可以看到他在裤管上方是保有一点宽度的 至于啾啾鞋的长裤呢 整体就比较偏向修身的裤型 在膝盖以下可以看到他是收窄的 对于啾啾鞋这一种头身比比较吃亏的身材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就是你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上宽下载 当然啦 如果你已经是穿搭高手的话 不用听我的没关系 但一般在大众的审美上 我会尽量避免这一种头重脚轻的状况 这张照片就算你把两个人的脸都先遮起来 啾啾鞋的比例看起来就是会比较突兀一点 就是因为这道穿搭凸显了出他头大的缺点 所以我会更推荐使用上和下和 或是上宽下宽的搭配 换句话说就是选一条宽一点的裤子啦 再来第二点呢 要放比较大才看得清楚 左边模特他内搭衬衫的第一颗扣子 就是靠近脖子那边呢 是没有扣上的 整体会呈现更多的休闲感 那啾啾鞋这边则是把扣子全部都扣上了 看起来就会稍微有一点呆板甚至阿贝的感觉 虽然是一个比较细微的差别 但在氛围感上确实会差蛮多的 所以第二套穿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发型 裤子的版型跟颜色还有扣子的部分 好我们马上再来看第三套穿搭 好再来呢我们进入艺人代言的领域哦 我们先看瘦子代言的这款运动品牌 那为什么先挑运动品牌呢 主要也是因为不容易犯错啦 就是很简单的穿搭这样子 那到底我们平凡人能不能穿出像瘦子这样的潮度呢 3 2 1 OK这套我实穿起来就讲这样啦 那就像我前面讲的运动品主要就是简单大方为主 虽然说不会到大量非常的惊艳 但是呢至少也不太可能犯下什么太大的错误 好那把对比图的部分放出来 其实衣服的部分没什么好挑的 因为啾啾鞋应该是把扑马全套 直接照着模特买下来的 连鞋子的部分也是 因为穿搭他讲求的是整体的搭配性 那既然衣服都一样 我们就来分析其他的部分 那两张图摆出来 第一眼给我的感觉就是右边揪着鞋的穿搭很空 一样都是短袖短裤 因为瘦子有四亲 所以相比下来穿短袖短裤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空白 其实这也是很多男生在夏天穿搭的时候会遇到问题 天气太热也穿不多嘛 更不可能每个人都跑去四亲吧 那这种时候呢我觉得 赤品跟配件就是很加分的选项 因为仔细看 瘦子他在脖子这边挂了一条银项链 然后右手呢有两条手链跟一颗戒指 那相比之下 啾啾鞋的穿搭这边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对于这套穿搭 我会建议啾啾鞋 还有其他还在新手阶段的男生 去尝试一些简单的饰品啊项链还有墨镜 或者是背个小包甚至戴个帽子等等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发型跟眼镜 搭配这一组穿搭我觉得 并不是那么合谐 会显得有点呆板 那不要问我应该配什么发型 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发型设计师 但我之前呢有看过其他啾啾鞋 不同发型跟眼镜的照片 如果换一个阳光一点的发型 然后戴影眼的话 应该都会比现在照片这样看起来要和谐很多 所以重点就是用各种的穿搭配件 来去帮你的穿搭增加一点个人的特色 你的发型跟眼镜在整体的搭配里面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等这些元素都相互匹配的时候 你的穿搭才会给人一种很完整的感觉 好我们马上再来看第四套穿搭 好那我们再往上的LAMO 这个呢是现在最当簧的韩剧 黑暗荣耀的男主角李道现所代言的韩国服饰品牌 看起来非常简单的穿搭呢 搭配上李道现那张帅脸啊 整个看起来是气质爆表 那到底这套我穿起来如何呢? 3 2 1 OK这套我穿起来就像这样啦 那我们先不论说我穿这样 到底能不能接近李道现一点点喔 至少呢这套穿搭是有让我学到东西的喔 好这套穿搭是模仿韩国明星李道现 在Coverna拍的形象罩 有些网友真的是很贱 直接在下面留言李道现 是不用这么狠吧 那这套穿搭非常的简单喔 就是灰色的帽提搭配黑色的长裤 明明是很简约的穿搭 它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呢 其实就是一个关键字 尺寸 左边模特给我的感觉是 慵懒随性 然后啾啾鞋给我的感觉却是 臃肿 但啾啾鞋本身身材并不胖啊 所以单纯是因为衣服的尺寸 跟版型挑选不够好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帽提的尺寸太小又太长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模特穿搭里 它袖子的部分 是带有一点宽度带有点空间的 但啾鞋的穿搭里面 帽子的部分一看就有一种布料堆在一起的紧绷感 而且对比两张除它帽踢下摆跟手的位置 就看得出来 啾啾鞋的帽踢一场长的大约3-5公分吧 我上网查了一下 李道现的身高是182公分 跟啾啾鞋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我推测啦 可能李道现的帽踢是偏向宽短版型 但啾啾鞋穿的是经典版型 就破坏了原本模特想要呈现的慵懒随性感 那第二个问题呢 则是内搭衬衫的尺寸太小又太长 啾啾鞋下摆的衬衫是整个都皱在一起 代表它选的衬衫尺寸太大件 不然的话就是没有整理好 那继续往下看 啾啾鞋跟李道现穿的都是黑色的锥形9分裤 但跟上半身的宽松度比起来 啾啾鞋这边还是有一点太窄了 又出现了一点之前说过的头重脚轻 是我的话就会把裤子再往上拿大一个尺寸 但整体来说它的还原度已经算蛮高了 修正这几点之后带个影眼再重新拍一次 我相信那个帅度会直接往上跳好几个level 这边第五套我们先跳过 直接来看第六套穿搭 好我们最后再加码一套 这个号称是脸蛋天才的车银哟 在韩剧《我的ID是江南美人》里面 所穿的这套穿搭 不得不说车银哟是真的帅啊 连男生都觉得帅那一种 里面来穿的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很窄的 黑白格纹衬衫 搭配上黑色的牛仔外套 跟黑色牛仔裤 但不管穿得怎样啦 搭配上车银哟那张帅脸 整个画面还是非常的美好 非常的和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套脸蛋天才的穿搭 由我这个脸蛋白痴穿起来如何呢 3 2 1 OK 这套我穿起来就长这样 那我觉得这套我蛮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配色 就算说它有很多的材质跟层次 但是呢 仔细看它所有的配色都是黑白色的 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OK 最后一套呢 是模仿韩清车银优在韩剧里面穿搭 我觉得这套对比图其实拍的蛮烂的 因为影片里面实际穿起来我觉得真的蛮好看的啊 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 算是今天影片里面最好看的一套 那先来说说这套的优点好了 它在上半身用了三件单品 也就是白T 格纹衬衫还有外套来搭出层次感 那除了视觉上很丰富之外 它也可以达成视觉增宽的效果 这点对于头大的男生来说是很加分的 那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 首先我觉得裤子稍微有点太合身了 有一点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我自己的话是会搭配直筒裤觉得比较好看啦 再来是格纹衬衫跟牛仔外套的长度 那我上网查了一下 乘以优它的身高是183公分 所以跟啾啾鞋也没差多少 但对比左右两个模特的衣服长度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啾啾鞋这边稍微不是那么的俐落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穿搭技巧 那就是让你上衣的衣裳落下来的位置 大概可以落在副挡的一半 或是比较理想的比例 这时候啾啾鞋的外套长度就显得有点尴尬 但一样啦整体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套穿搭它的一致性跟完整度其实都非常的高 至少可以给到85到90分以上吧 尤其跟片头那一套黑色T恤牛仔裤的对比 哇真的是进步很多耶 总结一下这套穿搭 最主要就是裤子的部分可以再宽松一点点 上衣也就是衬衫跟外套的部分 如果是选短版一点的款式 整体看起来会再更利落一点 整体来说我是很喜欢这套穿搭的 好那看到这边 相信看过原版影片的观众都知道 啾啾鞋不是要大家真的放弃穿搭 那啾啾鞋自己也在影片的最后提到 如果你是想靠穿搭的赢过帅哥是不切实际的 穿搭应该要回归到跟自己比较 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 那我自己呢也想透过这六套穿搭的解析 来告诉大家 穿搭不是穿一样的衣服就好了 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身形条件 来去修正一些细节 才能让穿搭真正的帮你加分